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 海口交通枢纽的出行情况怎么样呢 让我们来连线一下正在新海港的记者李天宇 请他来介绍一下目前港口的最新情况 天宇你好 好的主持人 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位于海口市的新海港码头 今天呢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 但是在我身后的新海港码头的小车带渡口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这个车辆秩序呢 相对于海市比较的顺畅 并没有出现往年同期的这么一个车辆 滞留的这么一个情况 而让车辆秩序如此顺畅的这个原因呢 也是因为自从4月27号开始呢 琼州海峡两岸呢 它推行了这个全预约购票的这个出导新模式 通过信息化的手段 鼓励引导公众呢 自主进行提前预约 按需出行 按规出行 畅通出行 而我们也从港口方了解到呢 那么自从4月30号零点开始呢 琼州海峡旁班次呢 已经是增置了230班 而我目前所在的这个新海港呢 就已经有72班次的这么一个船舶 来投入到我们五一的港口运行当中 昨天总共进岛的车辆就达到了 11108台 领克是4万余人 其中小轿车就达到了7600多台 比前一天 也就是30号那一天 多了一倍的量 那么出岛方面呢 出岛方面整体还比较顺畅 昨天总共出岛的车辆是8758台 今天和明天的话 这样的一个量还会越来越少 只有到了4号5号才有一个仿城的高峰 在这里呢 我们要提醒各位即将过海的旅客 那么自从这个预约至过海实行之后呢 我们整个这个港口的方呢 它是在您的小车没有进行预约的时候 是不能允许进入到港口进行带渡的 因此呢 我们各位即将过海的这个旅客呢 也要提前进行这个车辆的预约 然后才能够顺利的进行一个过海带渡 好的主持人 那么我在新海港了解到一个最新情况 就是这样 好的 感谢天宇的现场报道